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俗话说十人九智 最近有位朋友问我 说得了痔疮除了人人人 是不是就只能咯咯咯 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和痔疮和平共处的 今天李老师给大家介绍几个生活中的小妙招 不用太复杂,帮助你减轻痔疮的痛苦 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为啥得了痔疮 第一,就是脏腹功能的衰弱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脏腹强则气血顺畅 身体各部都得痒 脏腹弱则气机不畅 就容易生一些钢肠的急患 第二,现代人长时间久坐或久立 以及经常承受重物或者是长途行走的疲劳 这都会对钢肠产生不小的压力 进而就影响气血的正常流通 第三,饮食不当也是导致痔疮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现在的世界里 那么人们越发钟爱辛辣的油腻的食物 这些食物固然是美味的诱人的 但是90则会对钢肠造成刺激 从而也是诱发这种痔疮的发生 再加上如果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 或者是经常腹泻 都会加重钢肠的负担 让钢肠的气血运行受到阻止 进而就引发了痔疮 第四是过度的劳累孕育分娩等等的原因 也可能对钢肠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 在这些情况之下 那人体的气血容易受损 导致经络组织 湿热内聚 为痔疮的形成就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综合以上的这四点 你会发现 现代人痔疮的发生率是越来越高了 下面李老师就教大家几个外治的方法 和食疗的方法帮你减轻这些痔疮的痛苦 第一个小方法是刺激二白血 二白血自古以来就是调节痔疮的一个特效血 它属于经外齐血 可以调和周身气血 改善出血啊 肿痛啊 缓解我们钢周的压力 大部分的痔疮跟气血迂致有直接关系 按压二白血可以推动气血流通 舒缓钢周的不适 我们来找一下二白血的位置 二白血在我们的小手臂的内侧 咱们把一只手臂举起来 然后握拳 把你的大拇指伸出来 做一个点赞的姿势 大拇指的下方 你可以摸到有一条非常硬的肌腱 活动一下能够感受到它 最粗最长最硬的这一条就是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碗横纹 我们手掌下的第一条横纹 从碗横纹往向量三横指 在这条非常粗大的肌腱的左右两侧 两个点 这里就是二白血了 左右两只手定位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找到二白血之后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两个手指啊 拇指和食指 同时的掐住它用力的点按 你也可以一边一边的 一个一个的去按揉 所以呢 我们二白血在每一边是两个点 那么左右两只手一共是四个点 大家在点按的时候 可以借助一些小工具啊 筷子啊 棉签啊 都可以 一定要按压出现这种酸胀感为止 每一个点按压上两分钟左右 先左手 再右手 左边右边交替按揉 每天多次按揉 每次三分钟 二白血还具有提中气的作用 中气足了 那么痴疮自然也就改善了 第二个方法是刮食指 我们把自己的虎口张开 那么在我们食指的饶侧 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你的手背和手掌中间有一条赤白肉的交界线 这一条线是我们首阳明大肠经的末端 那么它所对应的也是我们刚肠的末端 也就是肛门处了 那我们在家中呢 可以拿出一块刮砂板 然后从你食指的指根处开始 沿着吃白肉交界线 刮到指尖再刮回来 就这样来回的刮一刮 左右手都一样 刮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精油 或者是润敷露 刮的力度适中 你自己感觉到微微疼痛 但是又能忍受微度 不用把自己刮出沙 但是有时候 您可能会刮出一个水泡来 这是非常正常的 不用担心 好 就这样来回刮 左右两只手 先刮左边 再刮右边 在中医的经络理论当中 食指跟大肠经是紧密相连的 大肠经主管着糟粕的传话跟经验调节 跟刚肠的急患关系密切 当大肠经气血不畅的时候 就会导致症疮的发生 因此我们用一个刮砂板 来刮自己的食指 能够有效地刺激大肠经 实现清热解毒 活血化瘀 促进气血流通的效果 在刮食指的时候 我们从食指的根部 向指尖这一段 来回的刮式就可以了 双手都要刮 但是重点要刮左手 你可以在左手刮上5到10分钟 右手刮上3到5分钟 通过刮食指 刺激了大肠经的经络 可以消除炎症和水肿 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有效地缓解痔疮的症状 此外我们刮食指 还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防止粪便沉积 帮助排便 这样也能够很有效地 减少痔疮的发作 有一位朋友跟我反馈说 有一天他痔疮发作 坐立难安 那猛刮了一阵食指之后 就发现这个痔疮的痔疤 慢慢地缩回去了 人也舒服了很多 第三个方法 就是提肛运动了 提肛运动就如同是 在为肛门做一个直肠按摩 能够使得气血流畅 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 它不仅可以增强肛门的力量 还可以调节全身气血 提升中气 痔疮与气虚下陷是有关的 气虚则提升无力 就容易导致肛周问题的滋生 提肛运动就是通过 锻炼盆底的肌肉 增强它的力量还有韧性 进而有助于提升中气 此外在饮食方面 饮食过于辛辣刺激 是造成痔疮的一大重要原因 我们同样可以从饮食着手 来调节肠道改善痔疮 推荐两个食疗的小方子给大家 第一个是怀米蜂蜜饮 原料是用干怀米15克 蜂蜜一勺 温水500毫升 做法是取干怀米15克 用清水洗干净 然后用温水泡上半小时 把水过滤出之后 加点蜂蜜搅匀就可以食用了 怀米它性属凉而未干 它有独特的清热凉血止血的作用 如果遇到热毒内孕所引发的痔疮 出血肿痛 那么怀米就能够显著的缓解 蜂蜜为干甜可以润肠通便 缓解排便时痔疮产生的疼痛感 第二个食疗方式 黑木耳红枣羹 用到的原料是 干的黑木耳10克 红枣10克 冰糖适量 水1000毫升 做法就是先泡发黑木耳 然后撕成小朵 大概泡上20分钟 红枣去除枣壶 然后泡上20分钟 取黑木耳跟红枣加水一起煮 煮沸后转小火炖上40分钟左右 再加上冰糖就可以食用了 它的作用是 黑木耳能够凉血润肠 能够缓解痔疮还有便秘 红枣能够补气阳血安神 质量者放在一起去煮 既能够缓解痔疮 又能够调养身体 这几个方法 大家平常可以轮流使用 另外我们也可以煮一些花椒水 或者是煮白萝卜水来作育 也是非常好的方法 能够消肿止痛 减轻痛苦 痔疮很容易找上生活习惯不好的人 并且会因为我们的个体不同 而有所差异 有的人感觉就不太明显 但有的人就痛苦不堪 别以为割掉它就能够一劳永逸了 如果自己不加一条结 不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还有生活方式 痔疮还会重新的光顾你 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